由于拖挂房车的中置轴特殊结构 实际用户使用过程中 导致断联是有可能发生的 这里就要从拖挂房车的设计缺陷 使用超债问题和中国复杂路况这三方面来分析 如果你是使用过拖挂房车的人 还有哪些问题导致断联的情况 也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指出哦 首先来说一下厂家的问题 中国的拖挂房车生产技术哪里来 不用说就是欧美这些成熟的房车市场 用美国的技术还好 做得很结实 可惜就是太重了 大部分都是用欧洲的轻量化技术 所以底盘也是轻量化的 早些时候很多厂家都用行内第一的艾科底盘 后来才弄出自主研发的概念 当然也是为了见低成本 断联的问题就少了一点 那为什么还会断联呢 首先看看这一份拖挂房车的公告 总质量是1600千克 而整倍质量是1450千克 也就是说你一家子的行李重量只有150千克 你觉得够用吗 不够用的请在评论区或者弹幕留个言吧 目前中国有几家生产拖挂房车的厂家有路式几万公里的 厂内设有路式的自检基本也没有几家 说真的是驴是马 厂家也不知道 因为很多都没有实际的路式 有质量问题是难免的 第二就是用户使用的问题 超债 刚才说了 只有150千克的有效债荷 10个拖挂 9个超债是无法避免的 用过房车后 用户会加大水箱 加多电池 增加太阳能板 加个洗衣机 用氧气罩还要拉上煤气瓶 你说超不超债 厂家设计底盘的载荷时 就有明确的标定 1.6吨底盘就是最大的1.6吨负荷的大梁 做大了都是生产成本 一分钱一分货 你懂了吗 最怕的是连标定1.6吨的负荷都缩水的大梁 另外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是 中置轴拖挂房车的行李或者家装的配置 都是哪里有空间 哪里方便 就装哪里 这是不对的 特殊的结构决定了拖挂房车的重量 要集中在中间车轮附近 要是往车头车尾加重 要么压断前车的拖车勾 或者前车大梁 要么就是死亡摇摆 还没有了解过死亡摇摆原理的朋友 可以关注量化房车 并且在节目里面找到来学习哦 还有一个就是两头重中间轻 直接把大梁掰断 就像这样 最后的原因就是 中国的拖挂房车 水土不服 无法适应中国的路况 像地狱一般的毁车减束带 各种突出可凹进去的杀人井盖 抄在泥头车掉在路面上的巨石砖头 反不胜防的路面大坑和各种凸起 开着开着水泥路变泥巴路 请把各种毁车路况都打在弹幕上 谢谢 前车都受不了了 别说超重的拖挂房车 它的特殊结构使它像个杠杆原理一样 高速上遇上不平的路面 车尾的重量会瞬间砸大 直接作用在中置轴上 最终结果还是会有可能断练 说了这么多不是说拖挂房车就不好 而是没有正确的使用 厂家要选择大厂 有技术能力的 多低下头看看底盘的细节 车内中路是否都集中在中置轴附近 学会房车生活 使用户外用品 轻量化出行 提早规划路线 避开让路离路 实在是遇到了 也要缓慢通过 避免给底盘带来过大的压力 愉快的房车旅行 前提就是安全 希望你玩得开心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